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旧金山会晤时强调 中国没有超越或者取代美国的规划 美国也不要有打压遏制中国的打算 打压中国科技就是遏制中国高质量发展 剥夺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利 两国元首同意将负责任的管控 双边关系中的竞争因素 希望美方有关部门同我们一道 切实落实好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 电动汽车是科技先导型产业 充分竞争是技术进步的关键 美方人为设立贸易壁垒 妨碍公平竞争 对电动汽车技术和产业发展百害而无一利 美方应尊重市场原则 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 纠正其实性补贸错误作法 营造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中方将持续评估美方措施实施情况 并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自作中再生成数据 反正 凯以代定 未经许早许重市场原则 语摇取得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